为什么要讲这个随起的功德呢? 就是要讲佛种从缘起的问题 你有佛性和你会不会成佛 中间隔着两个要素 一个是菩提心 另一个是基于菩提心的修行 各位佛师慈悲、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大家请放掌 我们现在说 你刚才中了随起功德 有几不可事宜 现在我们说随起功德 他说要用比较、量化 他用一些东西去比较 用什么呢? 他说如果有个人 用一切的娱乐之具 去布施给四百亿 阿珍奇世界 阿珍奇即是少 四百亿少个世界里面的一切六度众生 你不要说四百亿少个六岁众生 你只是说四百亿众生 你都不可思议 你用七宝一切的乐具 娱乐之具 去布施给这些众生 然后你觉得布施了八十年了 只是给饱饭他吃 不是老的 不如令到他在灵性上有些增长 希望令到他解脱生死 令到这一帮人 甚至乎得四果阿罗汉脱离生死轮回 行了吗? 好了 你的功德有多大? 你的功德是不及一个人 他的亲戚朋友 在这里听完妙法莲花 《展转相传》 你看看 我们现在《法花经》开始讲半个小时 展下展下只有十分钟 然后人们看了十分钟 又去复述 复述来复述去 结果就可能只剩下两句 可以吗? 可能你只会一直复述去 告诉亲戚朋友 《法花经》是好东西 功德无量 告诉你 教你成佛 那你可能一听到 我就是辰转第五十个人 一传十 十传 第五十 传到来的时候 我听到我是第五十个 蛤? 这么好的? 教成佛的? 很容易的? 读一下就行 好功德无量的 你去读一下 就正中成佛的种子 那你就觉得正 随起 说成佛的? 什么这么正的? 好东西 只能念随起心 可以吗? 我等一下会比较给你看 这个第五十个人听了 《展转》讲的《法花经》 所得的功德 你以为很小吧 是比刚才那个 用无量乐句 甚至令到众生得 《阿罗汉果》的福 有多大? 他说 这个布施了这么多的人 不如不及 不及第五个人 《文法花经》一解 随起的功德 怎样不及? 是百份千份 百千万亿份 不及其一 你明白什么意思吧? 好了 为什么他功德这么不可事? 随起而已 我想问 你有没有留意过 我们讲 《方便品》的时候 有一句话 你一定很熟的 就算人们不太懂《法经》 也会听过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清南无佛》 《皆以成佛洞》 一清南无佛 还要散乱 尤其是过年 去庭里拜一拜 他跟着你来 来的时候 按一按手 念一句 拜佛 《南无佛》 又或者有些计语 他只是想来问纸签 《南无佛》 说了一句 皆以成佛道 他因此中一个成佛的种子 好 我想问 他散乱心 散乱心 说一句南无佛 他他日也会成佛 更何况 现在这个人 辰转听法花经 他是第五十个 最问你 第五十人 辰转完之后 他是真切地知道一句 或者知道你的题目 说《苗法莲花》 好东西 他的心脱起 散乱的心都皆以成佛道 更何况 你知道什么是《苗法莲花》之后脱起 你在心力上的变化已经很不一样 程度是很不一样 接着说 更何况 你于会中 民以随起者 你在法会里面 听完之后随起 你现在随不随起 马上随一随 不要浪费 好了 原因我们说 为什么要讲随起的功德 就是要讲佛种从缘起的问题 你有佛性 和你会不会成佛 中间隔着两个要素 一个是菩提心 另一个是基于菩提心的修行 修佛果的修行 好了 你有这两个要缺的话 你会成佛 即是说 就算你青蓝魔佛也好 其实你发菩提心没有? 我青蓝魔佛而已 我叫他的名字而已 又或者有些人 看到我都好 在街上 赌马仔那些 阿里陀佛 阿里陀佛 好东西 你不要怪他 他这么阿里陀佛也好 阿里陀佛 他这么阿里陀佛也好 他的这一句 他都结过缘 他日可能有个人 正正经经地告诉他 看见法师是好东西 不会输钱的 我见过这么多次都没有输钱 你试试吧 诸如此类 好了 他因为中一个这样的恩怨 然后 其实是一个在排队 拿了丑 拿什么丑 拿着发菩提心的丑 他还没有发菩提心 跟你一样 佛种从缘起 成佛的道种 是看你有没有中过的 人家一清南磨佛那个 是拿丑去发菩提心 但是你听法花经随起的话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 你是听到不知道哪句随起 那你也是拿丑 但是如果你真的听到它的 theme 你说原来圣佛这么难 原来圣佛可以导一切众生 原来圣佛能不能可思议 你在它这个主题下 你发一念 随起心 不好意思 你已经正式拿着一个 差一步就已经坐在后保位 拿手还要论 你的后保位就是差一点到你的 是你的了 你明白什么叫随起 所以说一清南磨佛和随起的程度层次上 是你运用二业的力量的深浅 OK 那我要讲了 可以了吧 好 再来 然后讲个故事 你看 你硬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你 又不知道我讲什么 很难得明白 我明白 在一部叫大悲经 的第八品里面 就讲到 就说当时 在佛的恩地的时候 有个商主 商主即是带队 那些商人的头 就带队 就入海 坐船 遇上大风大浪 还有一条大鱼 叫魔戒大鱼 就要想着咬一船 一咬就死了 好了 然后整班商人就害怕 他说 娑婆世界这么好玩 我都未玩够 有些就想 我刚刚学佛 我都未念好佛 我会不会死 死了怎么办 我会不会落三途 害怕 害怕起上来 那个商主 即是头 就说 大家不要害怕 你跟着我念 跟着我念 念什么呢 其实很长的 他是念 南无佛 然后 南无诸佛 得大无畏者 大慈悲者 怜悯一切众生者 清三次 好了 你跟着我念 他就很老实 他说 你念吧 念完三遍也好 我们有可能都是死 但是死起上来 起码不用落三恶刀 那些伤人欢喜 他说 要是我们因为 凭着这样的发心 我们可能会逃过大难 那他们就欣喜 欣喜之后 就跟着他念那串 也很长 让我不建议 念那串 南无都可以省 那么生死关头 你阿弥陀佛 也好 观音菩萨也好 或是观音菩萨也好 或者他刚巧那条鱼 吸到来的时候 你念了观音 都可以 很难说 危急关头 他还要念那串 还要念三遍 很自诚心 你们这么开心 哈哈 就很自诚心 念了 结果 结果是什么 你猜一下 死还是不死 不死 不死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那条摩蝶大鱼 听到那班人自诚心念 南无诸佛 得大无畏者 大慈悲者 念吻一切众生者 他们用很自诚心 生死关头 和大家平时念经很不一样 你应该用那种心情去念 好了 念完之后 那条鱼听到的时候 想吸下来的时候 立刻收口 收口之后走 不咬它们 不咬它们 不咬它们之余 因为这样的 慈悲 如此善的恩怨 让这条鱼 从那一刻开始 从那一刻开始 从此不杀生 从此不杀生 直至到它命中 行了 好东西 故事讲完 怎么这么快 故事就是 这条鱼是听到念南无佛 然后他就不杀生了 不杀生之后 他死了 结果如何呢 命中之后 得生仁中 第一 他有六个圣庙 听到而已 不是念 他听到别人念南无诸佛 他有六个圣庙 第一 命中之后 得生仁中 生仁中之后 得闻佛法 得闻佛法之后 生正信 然后出家 然后 然后 当然 人家前面当然有恩怨 如果不是那么多条鱼去及 都及了 是他真的那么发心才不及下去 又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 或者朋友就走去及 就不轮到他去及 人家听过南无佛 就不是他听南无佛 好 第三 生正信之后出家 第四 出家以 亲近善知识 你出不出家一样东西 出家之后 你遇不遇到 真的适合教你的善知识 也很难说 然后 第五 因为亲近善知识 受教之后 谦下 很谦虚 我们不是说 对峙自己的我 谦下 供养 供养三宝 供养十方诸佛 供养一切的众生 好了 因为谦下的缘故 得阿罗汉道 第六 得阿罗汉道之余 还要聚足六神通 于无如涅槃境界 宜波涅槃 到最后 得六神通 圆满涅槃 收工 听而已 但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整个故事里 他听那一刻 其实他的心里是如何 是的 他的心里他收到 他随起 然后他明白 他收口 他不咬 从那一刻 不咬之余 他以后 慈心不杀 因为这样的恩怨 令到他得人生 六根据足之后 问佛法 问佛法之后 还要出家 出家之后 还要遇善知识 遇善知识之后 还要供养 欠下得阿罗汉果 得阿罗汉果 还要得无语 这一盘 更何况 你今天 你来法会里面 为自己也好 为先亡也好 你去相应地 起一念 随起心 然后你就会知道 因为我今天 这样的恩怨 的缘故 人家听一句南无佛 都有刚才我六种利益 更何况 你在法会里面 你文经随起 所以 为何我们经常都说 新业可以一样 口业可以一样 你来诵经采道 个人都是这样的 你念也是念那些内容 但是为何 有人所得的利益 他的得着会大 就是因为 你能不能够 法果念心 我们希望 我今天讲完之后 一切我们来 参加《妙法莲花经》 法会的一切 一切的居士 一切的信徒 可以因为我们今天 于无上佛果 生一念 恩养 随起赞叹之心 从今以后 向着愿满菩提 一一迈尽 愿我等遇众生 皆共成佛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快也好 慢也好 其实快和慢 在成佛这件事来计算 如果很客观地去比 没有一定种质 不会说快是好过慢 慢又好过快 看看是什么呢 是看看究竟 他的愿心是为什么 没了 有点好 不急 他的愿心是为了 有点好 就算了 他的愿心 能放在下